那中间的我来介绍 我比较熟 这是来自我们 阿爸藏族枪族四肢州 汶川县 羊角花艺术团 他们跳的这个是叫尖陵舞 就因为很多老百姓 应该都没有见过这个舞种 它是比较 有点比较稀少的 我觉得 我还真没见过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尖陵舞的历史好不好 这个问题超纲了 尖陵舞主要是用这个拱铜花 拱铜花是我们汶川那边 长得号称活化石的一种花 然后里面有这个小林档 谁来讲一下 就是两边同时 好好好 这个动作特别好看 然后还有交错的 这个不仅容易打到自己 还容易打到别人 有点像双截棍的意思 这个很想着大家试试看 尤其女生可以试试这个尖陵舞 那三位 麻烦你们 都来吧 上来吧 打到脑袋不 超不好的 直打脑袋 这个穿上好有仪式感 不会打完之后 直接晕在舞台上 就直接今天录影到此结束吧 天哪 这个很重啊 对 比想象的重很多 问你怎么启动它呢 启动 我来 问你它怎么启动呢 我教你 你教我 咱们左手啊 左手 做一个造型 做一个造型 对 然后 然后右手来 拿着我们的铃铛 往前向后甩 但是要甩正 就是不能偏 偏的话就会打到自己 手要贴着身体不然容易 我当时的意义 准备 重备 走你 你 我给你 他帮我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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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只能甩一圈 手必须地在这里 手 你甩甩了 朱丹可以 我两个 我三个 我四个 我可以 怎么那么像在遛狗 林华加油 好难 有了 林华姐还可以 成功了 不是 但是林华姐的手 林华的表情 他确要抓住他 两个一起 两个一起往后扔 最看的 厉害 给你送花 这个太难了 对